名家连环画 明珠 华三川座 传说古时候 天河边上 玉龙和金凤氏邻居 他俩都很勤劳 每天早晨一个钻出石窟 一个飞出树林 打个照面就忙着各做各的事去了 有一天 金凤在天空中飞 玉龙在天河里游 飞呀 游呀 不知不觉地他俩一起来到一座美丽的仙岛上 在仙岛上 他们发现了一块亮闪闪的大石头 金凤剑了很喜欢 玉龙献了也很喜欢 他俩就商量着要把它琢磨成一颗珠子 商定了旧洞工 玉龙用爪子抓石头 金凤用惠镯石头 从早到晚不停 他俩干得真起劲呀 爪子磨短了一截 惠子镯出了血 也不肯歇一歇 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过去了 玉龙和金凤的辛勤劳动没有白费 真的把石头啄成了一颗滚圆滚圆的珠子 他俩觉得珠子还不够明亮 于是 金龙飞到仙山上弦来露珠耳 往珠子上低 玉龙潜到天河底急来清泉水 向珠子上喷 他俩决心要使这颗珠子变成晶莹的明珠 经过天河清泉的冲洗和仙山露水的滋润 这颗珠子就变得明光闪亮了 明珠的宝光一照 玉龙就化成一个壮士的小后生 金凤也变成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玉龙爱着金凤 金凤也喜欢玉龙 玉龙和金凤都喜爱他们的明珠 从此以后 他俩就一起住在天河当中的仙岛上 守着明珠 这颗明珠真是一颗宝珠 珠光照到哪里 哪里的树木长青 百花齐放 山明水秀 五谷丰收 一天 王母娘娘闲着没事 带着一群公鹅才女去游玩 他们走出宫门 一下子就看见了天河当中仙岛上的 那颗明珠放出的宝光 不觉都惊呆了 王母娘娘心里非常羡慕这颗明珠 她回到宫里想了又想 就派一个亲信的天兵 到天河当中的仙岛上去取这颗明珠 晚上天兵趁玉龙和金凤睡熟的时候 悄悄地把这颗明珠偷走了 王母娘娘得到了明珠 高兴地合不拢嘴 她把明珠藏了起来 关起了九重门 锁上了九道锁 她把钥匙挂在了自己的衣袋上 玉龙和金凤一觉醒来 发觉明珠不见了 在家里寻遍了也没有 她俩真着急呀 玉龙和金凤分头去寻找 自己心爱的明珠 玉龙潜到天河底下 长长的天河底下 每一个石窟都找过了 可是 还是没有找到 金凤每天都爬到仙山上去寻明珠 一座座上头都寻遍了 也还是没有寻到心爱的明珠 他俩伤心极了 他们并不灰心 还是日日夜夜地到处寻找 决心要把明珠寻回来 这一天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四面八方的神仙都赶到仙宫来祝寻 仙宫内外 男女老少嘻嘻嚷嚷 热闹极了 仙宫里 王母娘娘摆下盛大的盘桃宴会 神仙们喝着美酒 吃着盘桃 其声祝贺王母娘娘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王母娘娘一时高兴 取出那颗明珠让众神仙都来欣赏 大家看了眼花缭乱 无不较好 金凤和玉龙看到明珠放出的豪光 都说 一定是我们那颗明珠 快去把它找回来 他俩找到仙宫里 那些神仙们正在厅堂里 身头探脑围着明珠叫好 玉龙和金凤抢上前去 其说 这颗明珠是我们的 王母娘娘火了 天上的一切宝物都应该是我的 玉龙和金凤与王母娘娘讲理 这颗明珠不是天上生的 也不是地下长的 是我俩辛辛苦苦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琢磨出来的 王母娘娘理亏 又羞又恼 慌忙伸手互助放着明珠的金盘 一面喝叫天冰天 将把玉龙和金凤赶出宫去 金凤见王母娘娘不讲道理 扑过去就抢自己的明珠 玉龙献王母娘娘不讲道理 也冲上去夺自己的明珠 玉龙 金凤和王母娘娘三双手都抓住金盘 谁也不肯放松 你拉我扯 金盘一摇晃 明珠就从金盘里滚出来了 王母娘娘眼看明珠从天上掉到地下去了 即得捶凶顿足 众神仙也都面面相去 天冰天将大叫大嚷 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玉龙和金凤见明珠往下掉 什么也顾不得了 急忙纵身跳进云彩里 一个化为玉龙 一个化为金凤 跟下来保护着自己心爱的明珠 明珠 明珠终于降落到地面上 这颗明珠一落地 立刻变成了清澈美丽的西湖 玉龙和金凤都舍不得离开 一个变成玉龙山 一个变成凤凰山 守护在西湖边上 从此 凤凰山和玉龙山 就静静地站在西湖的旁边 直到现在 杭州还流传着两句古老的歌谣 西湖明珠从天降 龙飞凤舞到前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